不過繼續來看 內政部宣布這樣子 民選公職人員 政府官員不要跑塌 涵蓋各類型的公眾聚會 但還是出現了不少明代 參加了公祭 也有抱怨聲音傳出來 禁止救人跑塌 那新人卻進不了 那禁止跑塌 就能夠阻止病毒的傳播嗎 時事評論員就質疑了 該禁的內用你不禁 你在那邊禁跑塌 難道就可以掃街嗎 歌手現在有禁止開演唱會嗎 沒有 歌手有禁止開歌友 會跟歌迷見面嗎 沒有 那寫書的 向老師也有寫書 我開新書報表 跟歌迷簽書會有禁止嗎 目前都沒有 那你今天就只剩政治人物 不能跑的話是怎樣 今年就要選舉 今年不能跑 不能跑同時你吃飯餐廳繼續 連梅花座要空閣也沒有 然後有沒有要在餐廳內用 不准內用 也沒有限制 我跟你講 餐廳大爆滿這兩天 而且連隔板都沒有 那你這樣是在幹嘛 你今天是跑出來會容易傳染 被傳染 還是到餐廳拿下口罩吃飯 容易傳染被傳染 請大家就是不要有藍綠 以這事情來看的話 真正會更容易會傳染的事情 你不禁止 你突然跑出來講說 不可以有這個政治人物的行動 然後講不可以有政治人物行動的 同時他的細文內傑 我又發現他其實是沒有包含新人的 還沒有當選者 因為還沒有公職身分 所以不再限制之列 真的是要規範人嗎 難道我一般的餐廳北京就不要嗎 第二個說做什麼事情 只有跑通他不可以嗎 那我掃接可以吧 你知道這是不一樣對不對 對 就是 OK 好 那第三個是在哪裡 你知道前一陣子的時候 還有分海邊好像可以 游泳池不可以 你知道還在游泳分 那中巴小巴等等你知道 還分得有點好像是沒有正合 我是覺得說其實 我覺得其實 疫情中心是在混 那種感覺 現在還在混 有一點像上次就是便利店以後 基本有點是放牛吃草 在年底的時間 通常ない 還ượる 臭咸 在寸泳